台中市民政局长吴世伟化身幸福驾驶 希望带新人本享幸福 为了让新人拥有难忘的婚礼 民政局抢先曝光 婚礼当天将规划动员总价超过1亿元的 25辆马萨拉第跑车作为理车 期望让新人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我们这次特别会用马萨拉第的理车 载新人入场 然后会在我们市政公园上面 来搭设美丽的舞台 让大家来完成终身大事 另外我们还会赠送豪礼 有电弧刀 有电动牙刷 吹风机和微电锅 这些只要你报名来参加我们的婚礼都有 不只规划一万跑车当理车 市府还帮新人准备成家豪礼斯建筑 另外还有抽住宿券 美腿按摩机等豪礼 要祝福有情人终成眷属 民政局表示目前只剩下少数名额 想要报名的新人手脚可要快 我们拿这些好礼拜 将来您如果有小baby 我们这个出生以后 到护证事务所去这个报户口的时候 我们就送一万块钱的礼金 我们只要你是二十岁以上 这个台中市民都可以来报名 但是记得你没有配偶才可以 联合婚礼将在10月18日 在新市镇公园举行 因为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今年只举办这一场 邀请全市年满20岁想结婚的新人 一起参加台中市 今年唯一一场的联合婚礼 记者杨宗桓台中采访报道